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很多外国旅客到台湾来 第一个希望去的景点 指名就要去雅琪亚 到底台湾的小吃当中 哪一个夜市小吃最有人气最美味呢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带您来一趟美味小吃大车拼 首先来到位于板桥玉明夜市 这里有一家东山丫头 是当地相当有名的排队名店 不同于东山丫头 似乎给人家吃起来油腻的感觉 这里的东山丫头相当清爽 原来老板把所有食材 都要先经过六个小时以上的卤制 卤了之后再急速冷冻一天 尤其下油锅之前还要再卤一次 补充流失的味道 最后一道工序再抹上蜜汁 因此吃起来不仅有咸酥鸡的香味 还有卤味的香气相当诱人 来玉明夜市 路过就知道人家排队 他排队要放在哪里 可以放就可以了 我刚刚就已经在疯狂不停地吃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家的那种好吃 好吃到让人疯狂排队 也甘愿的东山丫头 倒在家啦 有炸到骨肉分离 还很汁气的鸭脖子 还有油炸后依旧保有 满满汤汁的花干 以及超嫩醋的米血糕 将近四十种的选择 有着咸酥稀的酥脆 还有滷味的香气 以及蜜质的体味 每一样都将大大颠覆你 对东山丫头的刻板印象 很Q啊 很入味 对啊 然后就是我吃那么多 东山丫头肉 他们的最好吃 东山丫头要做到人人都称赞 老板说鸭肉 他只采用八个月大的普番鸭 肉质较为暖嫩 清洗后放入老卤中 这时再加入特制的中药球 除了一般的卤料 桂皮 香叶 花椒之外 老板还特别添加了龙眼干 让滷汁更加甘甜 它可以提香 然后有那种天然 自然的水果味道 然后色泽上它可以再加一点 然后让它有一种甘甜的口感 将近六个小时的卤汁 卤出来的鸭头酱色油亮 充满香气 这时还得给他们 吹吹电扇帮助水汽挥发 让味道更醇厚 最后再送入冰箱 急速冷冻才会入味 冰上一天一夜的鸭头 终于有资格要上摊车 但在油炸之前 还得要先泡过卤汁 让味道更香醇哦 你在这个过程 都会有流失一些的水分 再滷过补住它的那个口感 让它吃再留住在那里 稀一点过去 然后让它的肉再松弛一点 将食材整个泡在油里 才能炸得完全 等它变色后飘出香气 最后在蜜汁桶里翻滚一下 才算大功告成 果然一过三步骤 鸡肉先卤再炸 裹上蜜汁的东山鸭头 外表不灵不灵 闪闪发亮 骨头肉撕开来 还有肉汁缓缓流出 外层是甜甜蜜汁 但吃起来却保有鸭肉的鲜味 与卤汁的香气 你可以吃到它的香 它的干 它的甜 可是你不会有那么油腻的感觉 而且它咬下去那个肉丝就起来了 很容易把它骨头跟肉分开 老板 还有鸭头吗 有 有 杀的 超受欢迎的鸭头 让老板再创事业第二春 原本在机场工作的她 11年前因为裁员而失业 在朋友的帮助下 卖起了东山鸭头 为了寻找最好的味道 不但全台湾走透透 为了练功夫 全身都被热油烫伤 也不退缩 连整个烫伤都有 之前的时候那个鸟蛋爆 爆以后二度烫伤 整个脸 然后连这里都有 这里都稀少就是烫伤的那个 这就是危险的药 但是东西当然它你要好 就是有伤害 可是尽量自己去避免 除了鸭头之外 这里的天妇罗也很厉害哦 不像一般市售 用面粉做的天妇罗 老板特选这种体型较厚 纯沙鱼浆手工制作天妇罗 口感较为扎实 天妇罗这个它是一般的 它是面粉 百分之七十 七十五的面粉粉类 然后加上去 那这天妇罗它是用鱼浆 很香 然后它是用手工 这有条纹 这有食指的 手指头的那个勾勾代勾 然后炸起来的时候 它会 它会 酥跟Q 那这个来讲的话 它是稀油 然后很硬 然后吃起来就是 好像在吃橡皮筋一样 在油中不停跳动的天妇罗 换上褐色新装 稍微沾上蜜之后 就是人气No.1的发烧衣哥 酥脆的外衣里头是类似花枝丸的口感 Q弹中又带有鲜味 我很喜欢吃它们家的天妇罗 因为它们是真的是就有鱼浆做的 然后它的口感就是比较Q 来这里还有这一位你千万不能错过的米血糕 瞧瞧它炸完后嫩臭的模样 就知道口感有多特别了 加上乳汁的加持就连和米汁也很够味 不管是咸醋鸡还是东西亚头还是什么 它们的米血都很干 然后它们家的米血不会 它们家米血就是很好吃 然后你可以吃得到它的甜味 然后你也可以吃到它的 就是米血它原本的一个柔软的脂肪 超人气的东山丫头 虽然位在偏僻的夜市里 但靠着独特的做法与特殊的美味 每天吸引了满满的人潮 位在餐车前 老板一生玄秘的努力 终于有了甜美的果实